小黄毛一搅地板油,带着女友小黑耍帅 水上摩托上了天,小黄毛和女友掉进了海里 小黄毛在水里呢,十分开心 大喊一声,谁能刺我意思 好友骑着另一辆水上摩托车,带着女友大金毛出现 直接给小黄毛脑袋开了瓢 而好友也被撞成了重伤 大金毛和小黑直接傻了眼,压根不知道该咋办 海里鲨鱼闻着血腥味赶来,眼看三人就要喂鱼 这时一艘船出现,大金毛那是一阵求救 船长胡子哥将三人救上了船 小黑一看胡子哥身体挺健壮,那十分眼馋 跑进屋里和胡子哥聊天 大金毛在外面一等,就是三个小时 这个把大金毛急得不行,进屋找胡子哥 想让胡子哥呼叫救援 胡子哥拿出毛巾倒上药水,直接将大金毛撂翻 等大金毛醒来时,发现自己在船舱里 旁边躺着的正是小黑 他这才意识到胡子哥不是啥好人 他想找个出口逃跑,却发现床上有很多划痕 上面写着救命 这当大金毛震惊时,胡子哥打开门送饭 大金毛脾气很刚,那压根不吃 胡子哥一看小老妹是个狠人,当即拿走所有饭菜 这个把旁边的小黑给饿得一脸惨白 当天晚上一名医生上了船 给躺在甲板上的男友查看了伤势 还来到房间里给小黑查看了腰字上的伤 大金毛觉得胡子哥还挺不错 最起码给小黑治了伤 但大金毛想错了 这个医生才是那个掏心掏肺的狠人 出了门,就对大金毛的男友动了手 小伙被捆在担架上 医生在他肋骨上划出两条线 拿起钢具就开始无麻醉手术 一阵掏心掏肺后 医生将小伙的肝脏放进医用箱 将小伙捆成粽子,扔进海里为了杀鱼 大金毛透过门缝看到男友被杀 那是心疼得不得了 但大金毛和小黑被关在船舱里 根本无法反抗 医生解救完大金毛的男友 又对小黑上了手 一个富豪急需换肝 恰好小黑的血型和富豪一致 紧接着小黑被拉出船舱 进行传染病测试 然后小黑被捆在担架上 医生给小黑用上麻醉气体 准备向小黑掏心掏肺 大金毛透过门缝看到这一幕 心想唇王齿汗 小黑只要嘎了,下一个就是自己 大金毛越想越怕 越怕心里越来气 拿起一根钢丝在导演指引下 撬开通风口 拿起鱼叉命令医生投降 医生以着淘气 手拿电锯要和大金毛印钢 被大金毛一鱼叉撂倒 大金毛冲上去释放小黑 要带着小黑逃跑 医生一看这可不行 站起身锁住大金毛的喉 这当大金毛快没气时 小黑抄起手术刀 在医生身上一阵三刀流动 医生当场没了气 结果一生后 大金毛和小黑开始逃跑 这时胡子哥赶来 发现医生没了气 那是气得不行 在船舱里找了一圈 没找到大金毛和小黑的踪迹 打开探照灯 开始在海里寻找 果然发现大金毛和小黑 跳进了海里 要游泳逃跑 胡子哥要启动游艇 去撞击逃跑的大金毛和小黑 不料游艇根本打不着火 他一阵检查才发现 发动机线路已经被大金毛切断 另一边小黑因为受伤 无法游泳 让大金毛返回船上求救 大金毛为了活命 也只能悄悄返回游艇 恰好胡子哥在海里游泳 根本没看到大金毛上船 大金毛来到驾驶舱 打开无线电 联系上海岸警察 却找不到船上的坐标定位器 一阵寻找后 大金毛在垃圾箱里 找到了定位器和一把信号枪 但他必须把定位器扔进海里 才能发射坐标信号 这时甲板上传来胡子哥的脚步声 这可把大金毛吓得不行 直接钻进地板下面 躲过胡子哥的搜查 等一起安静下来 大金毛爬出地板 悄悄来到甲板上 不料胡子哥出现在他身后 一刀刺穿他腰子 他当即料到 用漂亮的脸蛋迷惑胡子哥 让胡子哥靠近 胡子哥也是个憨憨 张嘴嘲讽他 他瞬间拿起信号枪 一颗信号弹打进胡子哥嘴里 胡子哥当场没了气 而大金毛也失血过多 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时 用最后一丝力气 将信号发射器扔进海里 两个小时后 海岸警察赶来 将大金毛救上岸 在海里漂了一晚上的 小黑也被人发现 就这样大金毛和小黑 完美过旧 从此大金毛过上了 再也不敢上船出海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圈局中